动词后面的接续 做动词后面要怎么加动词原型 还是动词的第三排 还是现在分词 到底要怎么加呢 这个阶级有做一支影片 请看影片 那我们现在直接看的就是翻译练习 好 你可以关掉电视 我没有在看 你可以关掉电视 You can turn off Turn off叫关掉 The TV 好 我没有在看 I'm not watching it 电视我们一般用watch 不用see或look 好 为什么你昨天要请假 为什么 为什么 昨天是过去试咯 所以为什么先 再来是助动词did 好 You 请假可以用take a day off 所以就是why did you take a day off 昨天没有写到yes today 好 第三题 哎呀 你昨天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没有接应 因为我正在睡觉 所以呢 这个是过去进行试 才比较长的一个动作 在过去发生 然后被过去一个 简单的动作打断 所以呢 我正在睡觉 好 I I was sleeping 我正在睡觉 好 When you could last night 说有没有别种用法 可以用 刚刚我想用的那个 While I was sleeping You could last night 这样也可以 好 所以可以用when 然后这个when放到前面也可以 while you was 放到后面也可以 我也可以说 You called last night while I was sleeping 一样都可以 好 第四题 我没有出国过 这是一个经验 所以呢 经验用现在完成 是 I haven't 对不起 for定句的话 have 后面加not I haven't been abroad 这样就可以 abroad 就是这个词 好的 是出国过的 出国的 好 国外的 的意思 那我们没有出国过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I haven't been abroad 那你可以说 I haven't been to other countries 可以 好 意思都 I haven't been to a foreign country 也可以 好 意思可以就可以 第五个 你必须要穿制服上课吗 这有一个叫做 have to Do you have to wear a uniform uniform虽然它的开头 评错 f-o-r-n 好 这个you 但是它是呃 为什么 因为是念you的音 念这个 y-o-u you的音 所以它的音标 是像这样子 第一个是子音 所以不是n 是2 这要特别注意 很多人会弄错 考潮 喜欢考 好 Do you have to wear a uniform to school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你说不可以用must must you wear a uniform to school 也不是不行 但是 听起来有点奇怪 must可以放在最前面吗 我有点忘记了 但我们比较常用 do you have to 好 很少听到 must you 不能说没有 但是很少听到 所以用 do you have to wear a uniform to school 至少口语是比较长 这样子讲的 好 你在打电动前 应该要先 做完作业啊 这大概是妈妈讲的话吧 好 这里还是用have to 这也可以用should 好 have to也可以用should you should finish your homework before you play video games 好了 打电动 play video games 现在就是玩手机啊 什么都可以 好 you should should 住动词后面加圆形 情态住动词 should 好 还有呢 can 这种的后面加 都是动词圆形 you should finish your homework before you play video games 好 他不做晚餐 他总是外食 这边用的是 doesn 然后这个是现在简单 但是他总是这样做 经常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呢 doesn't doesn doesn后面加圆形 she doesn't cook dinner she always eats out eats out就可以当外食用 在外面吃饭 通常其实指的是 在餐厅吃饭 好 she always eats out 也不一定要到餐厅吃饭 去买个东西外 这样算不算外食 算外食 但是算不算 eats out 好像不算 eats out好像只是在外面 餐厅吃饭的意思 she doesn't cook dinner she always eats out 这样子 所以这个doesn 后面加圆形 是动词圆形 do的 did 这三个 住动词 后面加圆形 动词圆形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have 后面加圆形 是动词第三胎 好 他们不在家 他们正在公园 打篮球 they aren't at home 他们现在好了 现在不在家 他们正在 they are playing basketball in the park 在公园里面 打篮球 这个p动词 本身就可以当住动词了 好 它就是一个住动词了 所以它后面 只要加nut 就变成一个否定了 那它也可以加 现在进行式的 现在分词 因为它加了 现在分词 就表现在进行式 那这边我又没有举 被动的例子 假如是被动的话 就是逼动词加动词的第三胎 好 接下来这是一个经验 你有看过流星吗 have you 好 后面加的see so sing have you seen a shooting star shooting star就是流星的意思 好 看过好多颗 好幸运 好 还没有看过 如果有机会到三藏之类的 比较容易看到吧 好 这个周末要做什么 很多种问法 好 我这边本来显的答案是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weekend 好 但是我也可以说 what are you doing this weekend 多一个1了 多一个1了 好 所以我也可以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这三个用法都可以 好 那今天的这边就 先到这里为止 喜欢的话 欢迎按赞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了 bye bye